我们这个鸡的话以前跟过皇帝打过仗 一年能卖多少 一年的话大概在一百万之左右吧 你是不是你们湖北的鸡王 我说我是湖北的鸡王 但是可能说不是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老板 咱们家用的是啥鸡 我们家用的是一个不下蛋的老母鸡 它是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一个不下蛋老母鸡 烘干腌制耳水的 这一只鸡上面有多少盐 我们一只鸡的上面要就是1.2的盐 这个除了盐还放什么呀 别说其他东西 我们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就放食用盐 就只放盐 对对对 听别人说一百块钱可以买十只蛋鸡是吧 不可能啊 蛋鸡它也分三六九顿的 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你可以提供给我 我有多少要多少啊 那为什么用蛋鸡 是因为成本低吗 不是的 用蛋鸡 我们也用其他鸡腌制过的 唯独用这个蛋鸡腌制出来的 它品质是非常好的 然后不柴不腻不油不淡 然后的话它的肉质比较紧实 口感咸香 这一桶里面能装多少只鸡 目前的话一桶是装七百只 现在我们上半年的话 大概在十多桶啊 下半年的话大概在三十几桶啊 一天啊 就一天两万多只鸡子 对对对对 下半年的话一天两万多只鸡子啊 一年能卖多少 一年的话大概在一百万只左右吧 这是腌制好的鸡子 准备那个风干了 你看 我们这一桶就是七百只 在高峰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三十桶 大概就是两万一千只左右啊 我们从十月份啊 十月份正式开始啊 赛场上就会全部摆满鸡子 一直到过年啊 所以说我们持续三个月左右啊 你这个厂有多大 这个厂的话在五千个平方左右啊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晾晒的风干机啊 然后还没有晒完 后面的工人正在进行一个清洗的动作啊 这一桶要洗多久 这一桶要洗多少只啊 我看挺多 一次洗十五只 你一天能洗几桶 这一车车能挂多少呀 三百多一点 这些都是你早上弄的 对对对 清洗好了以后就进行下一步的风干啊 这腌了几天啊 这是腌了三天左右的机制啊 腌了以后腌好以后我们再进行风干 这要晾多久才能吃 这个我们一般的话在外面的话冬天的话是七到十天啊 然后我们夏天在烘干房的话大概在三到五天啊 那像夏天那么热穿也那么多怎么风干 夏天的话我是母 我有自己的一个风干房 它是模拟冬天的一个温度啊 从低温到高温 然后再从高温到低温这样反复循环的啊 哇塞你看多不多漂亮 我们这个其实的话以前跟过皇帝打过仗 也是一道预产 现在的话都是我们金门斯利夫这边的一个民间小吃啊 为什么你们家的比别家的好吃 我们后期的一个风干 它的一个温度 它的一个湿度啊 它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我们都是进行一个相当的一个管控的啊 为什么要把它砸一下呀 有骨头啊 把骨头砸软是吧 那你这个炖炖这么黑是不是那个鸡油染的 是吧 简单 粗暴 这回家怎么做呀 拿回家啊 可以清蒸可以爆炒可以收火锅啊 烹饪之前一定要先切块浸泡六到八小时 烹饪的时候呢在锅中焯一道水 不用再放盐 其他调料啊配菜啊随意搭配啊 风干鸡好吃的话 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风干的时候 把它这个油啊什么东西盐分啊 都已经给晒出来了 所以说它就是肥而不利啊 不油不淡啊 然后口味啊 扣谈啊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风干鸡啊 风干好以后在太阳光下都是色德金黄啊 肉质紧实的啊 然后它的油都被已经晒掉了啊 所以说做出来的风干鸡的口感是非常有嚼劲的 肉质紧实啊 从小到大吃了几十年啊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这个风干鸡啊 它一蒸出来 它这个香味还是很浓的 我尝尝味道 我尝的是大腿上的 全是瘦肉 那我感觉吃到嘴巴里边啊 不是柴 是筋道的那种感觉 这个鸡啊 它有很多种吃法 但是我觉得啊 他们这边人比较爱吃盐 所以它蒸出来 对于我来说是有一丢丢严重的那种感觉 但是 就这样蒸出来啊 配饭是绝对没问题的 然后 老板说夏天最流行的吃法就是把这个鸡 肉撕下来凉拌的吃 不要放盐 只放辣椒油 它们就特别好吃 然后这个鸡买回去 大家一定一定要泡水 泡七到八个小时 可以也可以泡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再焯一遍水 然后再自己想怎么吃怎么吃 对于我来说 今天看到这个风干鸡的制作过程啊 它这个 没想到它只用淡淡的盐味啊 就能腌出来这么好吃 我想着它肯定放蜜之料了 没想到没有任何料 就只是盐味 老板果然什么也没算 用这个淡鸡的啊 只是一个筋道